日本是一个心机很深的国度,其心理想做的是嘴上基本从来不说。 日本人心机之身尤其体现在军事上,不悬而战和偷袭,基本就是日本历次战争中的惯用伎俩。即便是在偷袭珍珠港时,日本人仍摆出了一幅和美国进行外交和谈的嘴脸,以致罗斯福总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虚伪和无耻的国家。 战后日本在美军的看护下也确实加着尾巴低调了一段时间,不过正所谓本性难移。当日本的经济在战后实现起飞之后,日本人的军事野心又开始膨胀了,而美国人睁一眼闭一眼的纵容,也加快了日本军事复兴的步伐。 战后,虽然日本现在没有名义上的军队,但是日本自卫队的综合实力排名,已经可以跻身世界前十名,日本正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不过,在常规军事力量,取得重大发展情况下,日本人在内心仍不满足,因为日本心里非常清楚,只有成为一个核武国家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并真正的成为一个世界性军事强国。 为了实现成为核武国家的梦想,日本再次玩起了心机,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就以发展民用核技术为名,大力囤积制造核武器的材料,截止到目前为止,日本囤积的部材料,已经足够制造六千枚核武器,以至于美国官方已公开表达关切,并希望日本将核材料交给美国保管。 与此同时日本也以发展民用航天技术为名,大力发展火箭和弹道导弹技术,现在日本已有多型固体火箭,略加改装,就可以成为洲际导弹,经过多年的暗中发展。 日本现在距离核武俱乐部,怎么看已是一步之遥,日本人正在悄悄地发展核武器,就在日本人自以为阴谋算计即将得逞之际。 德国人一句话让日本人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就是刚刚过去的几天,德国政界有人放话称,德国也应当发展核武器,德国人的言论立刻引发了欧洲和世界的强烈震动,因为德国一向被视为二战法西斯国家,改造成功的典范和好学生。 现在这个典范和好学生,竟然公然开口要发展核武器,这不仅让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对前法西斯国家感到了警觉。 改造典范德国都发出了拥和言论,当然又也有人为德国核武器基础材料远勋于日本,发出这类拥和言论,更多的只是一种情绪性宣泄,但是这也足以引发各世界大国对前法西斯国家的警觉, 并加强对这些前法西斯国家的核武管控,首先最感到压力当属美国,因为美国深知德日二国,所以能被美国控制,关键因素是德日没有核武器,而一旦这二个前法西斯国家拥有核武器将必然会摆脱控制重新成为美国的敌人。 对于中英俄法等核国家而言,采取切实的行动恶阻德日,成为核国家,也成了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 可以预见,在德国政界公然发表拥和言论后,对前法西斯国家加强核武器约束,将会成世界大国的共识, 而美国也必然加进一步加大,向日德施压的力度。虽然日本巨核武俱乐部紧一步之遥,但这最后一道门卡向跨过去已然成为碎梦,美国有能力阻止德日拥和企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